一開始選奔角 看到隊友想要奔掉愛玲 我趕快說 我想要選愛玲 結果還是被奔了 你們也有同樣的經驗嗎? 想選的角色被隊友奔了 最後我只好測試一下 削弱後的夜叉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又哥 I'm Yuga 今天就要幫大家測試一下 削弱後的夜叉 我們常說 任何一個角色 直接來排位單排測試 最準啦 一兩個月前的夜叉 普攻速前期就很快 這時候大家就會疑問 夜叉的攻速一直都沒有更改 那為什麼以前的夜叉 攻速可以那麼快 攻速就在每個角色 都有所謂的 普攻間隔 每一下的普攻中間 都會間隔一段時間 你也可以把普攻間隔 直接把他理想成為 每個角色的攻速 跟攻速是同一個意思啦 這次大改版夜叉的普攻間隔 又被拉長了 拉得越長 我普攻速度就越慢 而且啊 這個普攻速度是慢到 我都感覺 也太慢了吧 再來夜叉的一技能 他可以拉的距離 變長了 變更遠 雖然擊中時間 被改成0.2秒 但這0.2秒 還是很短 現在拉到了飛 我家輔助 莫托斯還在我旁邊 不過在右下角 剛剛有看到 瑞克進到草叢了 所以我馬上就跑掉 也好險我提早跑掉 只有死一個莫托斯 你看對面支援 什麼人都來了 我再待個3秒 我可能會被 莫拉還有拉茲給殺掉了 再來夜叉的大招 就是削弱 因為他碰撞判定的寬度 從4米改成2.5米 你不要懂 1米到底是多寬多遠 你只要知道 他削弱了將近一半的寬度 衝刺的速度 是被調快了一點 代表夜叉的大招 可以往前衝的距離 變更遠了 那我現在在反紅buff 我想講 反野不要只反一次 那現在是我反了第二次 但是我正在反野 導致我對線英雄菲蕾 跑去把我的法師給殺了 你們覺得這是虧還是賺呢 我是覺得虧 因為一個人頭200塊 可是打野前期沒有吃到一個紅buff 這個影響好像不大 反而是他比較需要藍buff吧 我發現到布萊特就在旁邊 所以直接把拉茲關起來就對了 那我現在攻速真的好慢喔 對面支援也超快的 瞬間什麼人都來了 我們家的人支援也很快 那我剛剛又犯了我的老毛病 就是殘血了 還想要回頭去幫忙隊友 好家在 我沒有死掉 剩一咪咪的血 我這個壞習慣 我會慢慢的改 回補之後 因為對面的打野 都沒有漏頭 所以這波兵線 我就不太敢出去清了 我很怕被抓到 所以就後手了 這波兵線 清完兵線 我能料想到 那個飛淚一定會跑去支援 馬上喊了敵人消失 我自己也是馬上的往下路去跑 看到隊友在下路打得水深火熱 我來啦 看到有一個莫拉 在河道這邊 抓起來 再關起來 還能凝霜寶珠 大椅是一定會死的啦 277塊 那個飛淚是有跑線的 再趕快把中路兵線清掉 如果以單挑來講 夜叉絕對打得贏飛淚 因為你只要把他關在大招裡面 不要被他的被動轉到 就絕對打得贏飛淚 但我的傷害不太夠 因為現在夜叉的攻速 真的慢了很多 換以前的夜叉 上一個版本的夜叉 絕對能靠著死 編著死那個飛淚 快速吃完兵線 我就注意到中路 哎唷 莫拉慢慢的往上走 那往上走 不就是要Gank我嗎? 因為我上路有兵線 雖然中路的塔 我沒辦法守 所以跟隊友說 注意我方防禦塔 跟隊友說 中路有兵趕快守 現在是有炮車的 飛淚殘血了 還想要跟我打 代表到後面真的很多隊友 我只能硬著頭皮 趕快把這波兵線清掉 就看到底下有個 莫拉 要往前 抓抓抓 我就不見了 對面的人全部都來了 算莫拉很 因為他在那個位置 我根本是進退兩難 好險隊友都來了 把對面的人都殺光光 把那個莫拉打爆啦 復活之後就看到莫拉說 又是要殺你 他太針對了吧 死都要殺我 太難過了 重點是這一場 還是逆風場 因為我連續撞到 莫拉兩場 三場我是玩 琳琳 他好像是在對面玩 亥犽吧 然後我連續贏他兩場 他就有點小生氣 現在就是到處賺錢 逆風就是多賺錢 有錢了 我們就有裝備 然後抓到對方失誤 直接反打 看到飛淚 直接選夜叉 把他關起來打就對了 他被動很難轉起來 那因為大招用完了 我就想要撤退 看到隊友正在被打 只要回頭了 然後等下莫拉 回原點之後 把他拉過來 殺爆他 爽喔 那趕快去賺錢 逆風就是要多賺錢 打完一波傳戰 雖然沒辦法推塔 但是賺錢你總會吧 大家有注意到吧 那個瑞克 開了大招在清兵線 他大招已經開完了 還想回頭打我 所以大招直接把他關起來 直接邊啊 讓我傷害有點 不太夠 最後瑞克就一技能加瞬移 逃跑啦 但我也是賺吧 我一個大招換到瑞克 和瞬移 講來講去還是賺啦 但是我們家的輔助 啊這就虧了啦 他為了追夜叉 沒有殺到人 反而被飛淚給殺了 欸這個莫拉 抓過來不對 想欺負我們家 小巫蝶克里希 殺完莫拉 再來就是 再賺錢 其實我本來想要吃凱撒 但先清兵線 把兵線帶過去 就看到對面的射手 跑來上頭 好旁邊還有一個飛淚啊 但我能幫的不多 最後打野還是死了 所以這一波我們只能殺掉飛淚 這個凱撒是沒辦法吃的 再趕快帶兵線推個塔 看到打野復活之後 趕快摳了 注意凱撒 趕快過來吃喔 對 因為對面少了一個瑞克啊 他們4打5 我們這個凱撒被搶的機率很低 我比較怕的是 上面有一個飛淚 可能會過來搶 如果飛淚要過來搶的話 他也會送頭 因為我大招直接把他關起來 他也是沒有辦法發揮的 殺完飛淚啊 技能都在冷卻當中 就想要撤退啦 沒想到那個卡芬妮 居然開著急走 一直追著我的隊友 他是一個射手啊 怎麼會想要 往前一打多呢 他又不是一個戰士或刺客 可以秀完人 然後跑掉 沒辦法 吃個小鬼怪 就看到 卡芬妮又在那邊 卡芬妮在那邊 代表說 他一定會守塔 所以大招直接關進去 我連瞬移都沒有用喔 喔 他死了 就可以安心推塔啦 他們打得有點太亂了 然後莫拉又很急得想要針對我 不然他們前期可是順風局了 這個塔一定可以推 我們有三個人 推塔 點塔就對了 那我這場的夜叉 我是有出天叢啦 跟左下角不太一樣 因為我想要去打爆飛 不然以正常情況下 夜叉是只要出一個龍骨就夠了 天叢是不用出的 卡芬妮說有隊友真好 他是不是忘記 他們這場前期 是順風局 最主要是他把射手 完成戰士或刺客 一直往前衝 這邊推完塔 我想要把那兩個人 對大招接碎影 沒有困到一個人 直接空打了 好險我還蠻硬的 現在對面也三路全爆啦 我們五個人都在喔 就想說 這波感覺是可以打的 沒錯吧 但我狀態有點差 回頭看一下 我的隊友怎麼都死光了 剩下我跟亥犽 好險我們三路全爆 不然差一點就要被逆轉啦 復活之後 就看到 布萊特直接被菲類給單殺了 把他拉過來 再灌到本壽裡面 獨打一頓 菲類這版真的扛不住傷害 他被我們三個圍毆 他只轉出一個被動 就死掉了 關鍵就在於 我有出天叢 有天叢這個穿透 他出再多的防禦裝備 我打他還是很痛 稍微看一下中路 打得還不錯 我們就直接上路 推到人家主堡去啦 他們倒四個剩下一個拉茲 莫拉現在也復活了 他很難守吧 他往前 他怎麼殺了亥犽了 我一個謊神 他就殺了亥犽 但他還是很難守 我們的兵險 他死掉了 遊戲也結束啦 那這一場就是 改版削弱之後的夜場 別忘記把影片點個大大喜歡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